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最近接了新的case或者需要保密的工作 那你一定要做好保密措施 关键的数据或者合同 除了工作相关人等 尽量不要泄露出去 三 记你选择的这个字 代表最近会坏你好事 或者会令你运气转衰的人 是一个你通常比较信任的人 可能是交好的同事 也可能是你多年的熟人 他们给你的杀伤力会比较大 你必须稳住心态 最好做到视若无睹 你才不至于冲动之下 惹出乱子 被摔运打击到偶 四 因你选择的这个字 代表最近会坏你好事 或者会令你运气转衰的人 是一个比你小的女人 主要是比你年轻 而且比较会打扮 会花钱的女人 或者是看起来比你年轻的女人 应对这种小人 你必须打起精神 令自己更精致 即便做不到 能看到你改变的行动也好 不宜主动开战 最好可以做到密切关注对方的动向 五 凭你选择的这个字 代表最近会坏你好事 或者会令你运气转衰的人 是一个比较喜欢在人背后论人是非 且地位不低的人 他们说出的话 你很有可能听到 如果你真的去找他们理论 可能只会以你吃哑巴亏收场 在舒缓心情方面 可以找信任的人倾诉 如果会涉及到你的利益 可以在上位者那里提前打好招呼 免得被动应战 六 原你选择的这个字 代表最近会坏你好事 或者会令你运气转衰的人 是一个未知不如你的人 尤其是会为你跑腿的人 比如你的下属 这段时间 除非必要 否则最好和下属 不要走得太亲密 或者对待下属请勿 不过多严厉施责 哪怕你是出于好心 小心对方不领情 反而对你回击哦 小人也是衰月的一部分 所以到提防小人 最好还要关注自己的运势动向 如果运势里有走衰的部分 就要特别注意那个部分会的人际关系 想知道自己未来三个月运势信息 找到更多关于小人的准确线索 可以点击阅读连文 助你趋吉避凶 让你越来越好运 点击阅读连文 测未来三月运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va 承拔 Law Viva Viv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